长篇张回提小说 三国演义 第二回 张义德怒鞭都游 何国就 谋诸焕树 且说董卓自重影 龙熙临桃人也 官拜何东太守 自来骄傲 当日怠慢了玄德 张飞姓发 便于杀之 玄德与关公即止之约 他是朝廷命官 岂可善杀 非约 若不杀这一丝 反要在他布下听令 欺世不甘 二兄要变住在此 我自投别处去也 玄德约 我三人一同生死 岂可相离 不若都投别处去变了 非约 若如此 烧解无恨 于是三人连夜引军来投朱骏 郡待之甚后 和兵一处 尽讨张宝 世事曹操自根皇府松 讨张梁 大战于曲阳 这里朱郡进攻张宝 张宝引贼众八九万囤于山后 郡令玄德围其先锋 与贼对敌 张宝遣副将高升 出马诺战 玄德使张飞及之 飞纵马挺矛 与生交战不述和 次生落马 玄德徽军直冲过去 张宝就马上批发仗剑 做起妖法 只见风雷打坐 一股黑气从天而降 黑气中似有无限人马杀来 玄德连忙徽军 军中打乱 败阵而归 与朱郡记忆 郡曰 别用妖术 我来日可载朱扬取穴 令军士浮于山头 猴贼赶来 从高坡上坡之 其法可解 玄德听令 拨关公张飞各引军一千 浮于山后高纲之上 呈朱扬穴并会晤准备 此日张宝摇旗雷鼓 引军诺战 玄德出营交锋之际 张宝做法 风雷大坐 飞沙走石 黑气漫天 滚滚人马自天而下 玄德拨马变走 张宝驱兵赶来 将过山头 关张扶军放弃号炮 会晤其破 但见空中指人草马 纷纷坠地 风雷顿西 杀石不飞 张宝见解了法 急欲退军 左关公 右张飞 两军都出 背后玄德 朱俊一起赶上 贼兵大败 玄德望见帝宫将军齐号 飞马赶来 张宝落荒而走 玄德发箭 重其左臂 张宝带箭逃脱 走入阳城 坚守不出 朱俊引兵围住阳城攻打 一面差人倒探黄辅松消息 探子回报 据说 黄辅松大获圣洁 朝廷以董卓旅败 命松待之 松道时张脚已死 张梁捅其重 与我军相聚 被黄辅松连胜七阵 斩张梁与曲阳 发张脚之官 陆施消首 送往京师 于众俱乡 朝廷加黄辅松为车记将军 领继周末 黄辅松又表奏卢之 有功无罪 朝廷赴卢之原官 曹操义有功 处济南相 即日将班师赴任 朱俊听说 催促军马 犀利攻打阳城 贼势危急 贼将严正 刺杀张宝 献首投降 朱俊碎平恕俊 上表献结 时有黄金与党三人 赵红 韩忠 孙仲 聚众数万 望风烧结 称与张脚报仇 朝廷令朱俊即以得胜之时讨之 俊奉赵率军前进 使贼聚晚成 俊隐兵攻之 赵红遣韩征出战 俊遣玄德 关张 攻城西南角 韩忠晋率精锐之众 来西南角底底 朱俊自重铁骑二肩 进去东北角 贼孔师成 急弃西南而回 玄德从背后掩杀 贼众大败 奔入晚城 朱俊分兵四面为定 城中断粮 韩忠使恩出城投降 俊不许 玄德曰 西高祖值得天下 盖为能昭祥纳顺 功何惧韩忠也 俊曰 比一时此一时也 西秦相之计 天下打乱 民无定主 故昭祥赏赋 以劝来尔 今海内一桶为黄金造反 若容其降 无以劝善 使贼得利 字意劫掠 失利便投降 此掌扣之志 非良策也 玄德曰 不容扣降事已 今四面围如铁桶 贼起降不得 必然死战 万人一心尚不可当 况城中有数万死命之恩乎 不若撤去东南独攻西北 贼必弃乘而走 无心恋战 可及秦也 俊然之 随撤东南二面军马 一起攻打西北 韩忠国引军弃乘而奔 俊与玄德关张率三军眼杀 射死韩忠 于皆四散奔走 正追赶间 赵洪孙众引贼重道 与俊交战 俊见洪士大 引军暂退 洪城市复夺晚城 俊离十里下战 方欲攻打 忽见正东一标人马到来 为首一将 生得广额阔面 虎体雄腰 吴俊复春人也 姓孙明坚 自闻台 乃孙无子之后 年十七岁时 于父至前堂 见海贼十余人 截取商人财物 于岸上分赃 监卫复曰 此贼可勤也 遂奋力提刀上岸 扬声打叫 东西成功 指挥如换人状 贼已为官兵制 尽其财务奔走 兼赶上杀一贼 由是郡县之名 建为校尉 后会计妖贼 许昌造反 自称杨明皇帝 居中数万 兼与郡司马 招募勇士千余人 会和周郡破旨 斩许昌并其子 许韶 刺史当民 上表 奏其功 除兼为阎独成 又除须宜城 下批城 金剑黄金扣起 聚集乡中少年 及朱商旅 并怀四精兵 一千五百余人 前来接应 朱骏大喜 便令监攻打南门 玄德打北门 朱骏打西门 留东门与贼走 孙坚首先登城 斩贼二十余人 贼众崩溃 赵红飞马突朔 直取孙坚 坚从城上飞身夺红朔 刺红下马 却骑红马 飞身往来杀贼 孙众引贼突出北门 正迎玄德 无心恋战 只待奔逃 玄德张公一剑 郑重孙众 翻身落马 朱骏大军随后掩杀 斩首数万几 降者不可胜计 南阳一路石树郡皆平 郡班师回京 赵锋为车纪将军 河南隐 郡表奏孙坚刘备等功 坚有人情 除别不司马 上任群 为玄德听候日久 不得除寿 三人郁郁不乐 上街闲行 郑直郎中张军车道 玄德建之 自臣功继 君大惊 随入朝建帝 约 喜黄金造反 其原皆由石长氏 买官欲绝 非亲不用 非仇不诛 以致天下大乱 今一展石长氏 玄守难交 遣使者不告天下 有功者众家赏赐 则四海自清平也 石长氏奏地约 张军七主 地令五世逐出张军 石长氏共义 此必迫黄金 有功者不得除寿 鼓声怨言 权且叫省家 权柱威名 待后却在理会未晚 因此 玄德除寿 定州中山府 安息县位 克日夫人 玄德 将兵散回乡里 只带亲随二十余人 与官章 来安息县中道任 属县市一月 与民秋毫无反 民皆感化 道任之后 与官章 食则同桌 寝则同床 如玄德在仇人广坐 官章 势力 终日不倦 道线 未及四月 朝廷降召 凡有军功为掌立者 当沙太 玄德 一再浅中 使都游 刑部至宪 玄德 出国迎接 见都游失礼 都游坐于马上 唯威 编指回答 官章 二公 惧怒 集道管义 都游南面高坐 玄德 势力阶下 梁九 都游问曰 刘县位 是何出身 玄德曰 被乃中山静王之后 自卓郡 角路黄金 大小三十余战 颇有威功 因得除金之 都游 大贺曰 如炸称 黄钦 虚报功绩 母亲朝廷降召 正要杀态这等烂官污吏 玄德 诺诺连声而退 归到县中 与县力商议 立曰 都游坐位 无非要贿赂尔 玄德 我与民秋毫无犯 哪得财务于他 次日 都游 先提县力去 勒令 指称县位 害民 玄德 几番自网求免 具备门义卒助 不肯放餐 却说张飞也的树杯闷酒 乘马从馆义前过 见五六十个老人 接在门前痛哭 飞问其故 众老人答曰 都游逼了县力 因害流功 我等接来苦告 不得放入 反遭把门人赶打 张飞大怒 睁元还眼 咬碎钢牙 滚安下马 进入馆义 把门人哪里阻挡得住 直奔后堂 见都游正坐厅上 将县力绑倒在地 飞大鹤 海民贼 认得我吗 都游未及开言 早被张飞揪住头发 扯出馆义 直到县前马庄上副主 攀下柳条 去都游两腿上 着力鞭打 一连打折柳条 十数只 玄德正纳闷间 听得县前喧闹 问左右 大约张将军绑一人 在县前痛打 玄德忙去官知 见绑父者乃都游也 玄德经问其故 飞约 此等害民贼 不打死等身 都游告约 玄德公救我性命 玄德忠实仁慈的人 急贺张飞助手 旁边转过关公来 约 兄长 见许多大功 仅得县位 尽反被都游侮辱 无私 只及从中 飞袭乱凤之所 不如杀都游 器官归乡 别图远大之计 玄德 乃取印寿 寡于都游之井 则之约 拒辱害民 本当杀去 惊苦饶辱命 无缴还印寿 从此去矣 都游规告定州太守 太守申闻省府 差人捕捉 玄德官张三人 往代州 投刘徽 徽见玄德乃汉氏宗亲 刘逆在家不提 却说 时长事 既我重拳 互相商议 但有不从己者诛之 赵中张让 差人 问破黄金将士 所金箔 不从者 揍霸之 黄辅松 诸进 皆不肯语 赵松等 聚奏霸其官 帝又封赵忠 等为车记将军 张让等十三人 接封列侯 朝政愈坏 人民接运 于是长沙贼 欧星作乱 渝阳张举 张纯返 举称天子 纯称大将军 表彰血片告急 诗长事 皆藏匿不揍 一日 帝在后园 与诗长事饮宴 建议大夫 刘逃 静到地前 大痛 帝问其故 陶约 天下危在旦夕 陛下上字与 烟换共隐也 帝约 国家成平 有何危急 陶约 四方盗贼并起 侵略周郡 其货皆由 石长事 卖官害民 欺君往上 朝廷证人接去 货在墓前一夜 石长事皆免官 贵服于地前约 大臣不相容 臣等不能活矣 怨其性命归田里 尽将家产 一株君资 言霸痛哭 帝怒为桃月 儒家 书家亦有尽世之人 何独不容震业 忽武士推出展之 流淘大呼 臣死不惜 可怜汉世 天下四百余年 到此一旦休矣 武士雍逃出 方欲行刑 一大臣 贺诸曰 勿得下手 带我剑去 众世之乃司徒 陈丹 进入宫中 来见帝月 刘建义 得何罪而受诛 帝月 毁谤进尘 冒毒阵宫 丹月 天下人 与时时长是织肉 陛下敬之如父母 身无寸宫 接风列侯 况风须等 结连黄金 与为内乱 陛下金不自省 射击利剑崩催 帝月 风虚作乱 其事不明 时长事中 岂无一二忠臣 陈丹以头撞接而见 帝怒命迁出 与流桃接下狱 事业时长事 及狱中谋杀之 假帝赵 以孙坚为长沙太守 讨欧星 不五十日 暴劫 江夏平 赵丰 兼为乌城后 封刘渝为幽州墓 领兵 往渝阳 争张举 张纯 代州刘辉 以书建玄德 建宇 于大喜 领玄德为都位 引兵 执抵贼朝 与贼打战数日 错动锐气 张纯专一凶暴 士族心变 张夏头目 刺杀张纯 将头纳线 率众来详 张举见失败 一字一死 于阳尽平 刘渝表奏刘备大功 朝廷赦免 编都游之罪 除下密城 千高堂位 公孙赞 又表臣 玄德前功 建为别步司马 守平原县令 玄德在平原 颇有钱粮 军马 重整旧日气象 留于平寇有功 封太尉 中平六年下四月 灵地病毒 赵大将军何进入宫 商议后事 那何进起身涂家 因媚入宫为贵人 升皇子便 遂立为皇后 尽游士得权重任 帝又宠幸王美人 升皇子邪 和后极度 震杀王美人 皇子邪 养于董太后宫中 董太后乃灵地之母 解毒亭侯 刘长之妻也 初因还帝无子 迎立解毒亭侯之子 施为灵地 灵地入计大统 遂营养母士于宫中 尊为太后 董太后 长劝帝 立皇子邪为太子 帝一片爱邪 于立之 当时病毒 中常是简朔奏约 若于立邪 必先诸何进 以绝后患 抵然其说 因宣进入宫 进至宫门 司马攀隐 未进约 不可入宫 简朔欲谋杀功 进大京 吉归私宅 赵朱大臣 欲进朱宦官 坐上一人挺身出约 宦官之事 起自冲至之时 朝廷滋慢极广 安能进朱 躺机不密 必有灭族之祸 请细祥之 进士之 乃典军校尉曹操也 进至曰 如小辈 安之朝廷大事 正愁出间 攀隐之 言 帝已崩 金简朔等 时常是商议 密不发丧 缴召宣 何国就入宫 欲绝后患 策立皇子邪为敌 说未了 使命志 宣进速入 已定后世 曹曰 今日之计 先以正军位 然后屠贼 禁曰 谁敢与吾 正军讨贼 一人挺身出约 愿借精兵五千 长官入内 策立新军 禁诸殷树 扫清朝廷 以安天下 禁士之 乃司徒原逢之子 原魁之之 明少自本初 显为私立校尉 何进大喜 岁点御林军五千 少全身披挂 何进 尹何庸 巡忧 正太 等大臣三十余元 相继而入 九灵帝旧前 福利太子遍 及皇帝为 百官呼败已毙 袁绍入宫 收检朔 朔荒走 入玉花园 殷下 为中长室 郭胜所杀 朔所领禁军 进阶投顺 少伟和靖约 中官结党 今日可成事 尽诸之 张让等之市集 荒入高河后约 使出涉谋陷害大将军者 只简朔一人 并不甘臣等事 今大将军 听袁绍之言 欲尽诸臣等 起娘娘怜悯 何太后约 如等勿忧 我当宝儒 传旨宣何进入 太后密未约 我与如出身寒威 非张让等 焉能降此富贵 今简朔不仁 既已扶诛 如何听信人言 欲尽诸宦官言 何进听罢 初位仲官约 简朔赦谋害我 可足灭其家 其余不必妄加残害 袁绍约 若不斩草出根 必为丧身之本 今约 无意已决 如物多言 仲官接退 次日 太后命何进 参入尚书室 其余接封官之 董太后宣张让等入宫 商议约 何进之魅 使出我抬举她 今日她孩儿及皇帝位 内外尘疗 皆其心腹 威权太重 我将如何 让奏语 娘娘可临朝 垂帘听政 封皇子邪为王 家国就 董仲打官 掌握军权 重用臣等 大势可吐以 董太后大喜 次日涉朝 董太后降旨 封皇子邪为陈流王 董仲为票继将军 张让等共与朝政 何太后见董太后专权 于宫中设一宴 请董太后复习 久之半憨 何太后起身捧杯 再拜约 我等接妇人也 参与朝政 非其所宜 西旅后 因我重拳 宗族千口 接备路 今我等 已身居九重 朝廷大事 任大臣元老 自行商议 此国家之姓也 愿垂听言 董太后大怒约 辱镇死亡美人 设心极度 今以辱子为君 与辱兄合尽之事 折敢乱言 无耻票计 断辱凶手 如反掌尔 和后一怒约 无以好言相劝 何反怒也 董后约 辱家屠姑小辈 有何见识 两宫互相征静 张让等各劝归功 和后连夜 照何进入宫 告以前世 何进出 照三宫共议 来早涉朝 使庭臣奏 董太后 元席翻飞 不义九居宫中 何仍迁于 何间安置 现日下 集出国门 一面遣人 起送董后 一面点进军 为票计将军 董仲府宅 追索应寿 董仲之事急 自稳于后堂 家人举哀 军事方散 张让断归 见董后 一枝已废 遂皆以 金珠晚好 结构 何进地 何苗 并其母 武阳君 令早晚 入何太后处 善言遮蔽 因此 时常事 又得尽兴 六月 何进 暗使人 丹沙 董后 于何间 一庭 举救回京 董于文宁 进托并不出 私立校尉 袁绍 入见 禁约 张让 段归等流言 于外 严功 震杀董后 欲谋大事 成死时 不诸烟患 后必为大祸 其斗舞 与诸内树 积谋不密 反授其秧 金工 兄弟 不屈将力 皆英俊之事 若使尽力 势在掌握 此天赞之时 不可失也 禁约 且容商议 左右密报张让 张让等转告和苗 又多送贿赂 苗入奏 和后云 大将军辅佐新军 不行仁慈 专务杀法 今无端又欲杀 石长士 此取乱之道也 后 纳其言 少请和进入 白后 欲诸中捐 和后约 中官统领晋省 汉家故事 先帝 心弃天下 尔欲诸杀旧臣 非众 宗妙也 晋本事 没决断之人 听太后言 唯唯而出 袁绍营问曰 大事若何 晋曰 太后不允 如之奈何 少曰 可照四方英雄之事 乐兵来京 晋诸烟树 此时世级 不容太后不从 晋曰 此计大庙 便发席至各阵 照付京师 主部陈林曰 不可 俗云 眼目而补雁雀 十字欺也 唯物尚不可欺 以得志 旷国家大事虎 今将军掌黄威 掌兵要 龙香虎步 高下在心 若欲诸宦官 如骨鸿 撩毛发儿 但当肃发雷霆 行权力断 则天人顺之 却反外习大臣 林范精确 英雄聚会 各怀一心 所谓 道池干戈 受人以柄 功必不成 反声乱矣 何尽笑道 此懦夫之见也 旁人 一人鼓掌 大笑曰 此事 亦如反掌 何必多矣 事之乃曹操也 正是 欲除君策 萧人乱 须听朝中 志士谋 不知曹操 说出甚话来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